《水下考古》 大家好 我叫崔勇 是从事水下考古的 水下考古呢 简单地说 就是把陆地考古的工作 移到水下去做 但是呢 要移下去 其实并不简单 因为它是建立在工程和科技的发展上 这个水下考古的诞生 有一点契机 就是1943年 法国的一个海军军官 发明了 自协式水下呼吸器 叫水废 因为这个水废的发明呢 人呢 就可以进入了鱼的世界 如果大家潜过水就知道 潜水其实是一个很惬意的事情 因为这个发明 人类本身又有一个保障的情节 又有探险的情节 还有怀旧的情节 这些情节加起来 使这个人工水废的发明 最早关注的 就是古代沉船 这个就是 库斯托 法国的海军军官 我们一般的水下考古呢 就是程序上是这样的 上面一条 舶船 下面的是遗址 中间是个人干的 个人的事 这是日本在 叙利亚的一个工作的 一个图解 这个是理想状态下的水下考古 这个是我们经常干的水下考古 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就是浊水考古 这个呢 就是南海一号 它能见度仅仅有20厘米 有一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矛盾的集合体 就是水质越轻 特别是越古老的沉船 木头沉船 保存得越差 水质越差 就证明它的淤泥比较多 那个沉船保存得越好 我们知道这个 文物保存的最好的地方 不是在博物馆 不是在展厅 其实是在地下和水下 而南海一号呢 就恰恰是在水下的地下 就是说双保险 因为有了这个双保险 所以我们对南海一号的期待 就非常高 这个是南海一号的沉没地点 中间那个白点 就是南海一号 这是在上下川岛的西南面 从87年发现这条沉船 我参与这个沉船的 247件的文物接收 那时候我是个小伙子 到今年 我刚好跟这个沉船 打了32年的交道 从87年发现 89年第一次调查 到了01年 重新定位这个沉船 到03年绝地整体打捞 经历了八次调查 这个是02到04的一个 大致的那个调查的一个过程吧 我们调查发现呢 南海一号确实不负众望 保存得很好 但是呢 发掘是一个问题 因为考古嘛 它必须得有影像资料的采集 必须得绘图 在这轮件度上面 我们根本做不到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创新 那时候也提倡我们创新 广东还有赶为天下先的一个 精神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 采取一个整体打捞的方法 外国没试过 中国人可以试一下做 整体打捞之前 我们先做了一个预案 做了预案 要先要做一个调查 其实调查里面 最关键的就是 这个运力有多厚 就我们通过在海底上 下了一个钻杆 钻了30米厚的淤泥 才发现 我们整体打捞 理论上可行 后来我们又设计了一个 巨大的钢成箱 就是长33米 宽14米 高7米 这个呢 就是我们做整体打捞 做好方案 方案经过四次论证 最后不断地改 到了07年开始实施的时候 这个钢成箱往下放 这个现在还叫沉井 因为它没有底 这个是在水面的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些 这个放的那个图片 但是呢 到了水下 大家都看不到了 只能做一些示意图 第一步定位放下去 第二步 用这个水泥块把它压到 设计标高 第三步把周边的淤泥挖开 第四步横穿36根底梁 第五步 把它那个上下沉井分开 吊起来 第六步浮上水面 这个六步从2007年的4月份开始 一直做到2007年的12月 这个出来以后 大家又可以看到南海一号了 这就是起伏的时候 这是2007年的12月22号 还有一个就是说拉移 这个工作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就是从那个南海一号点 拉到阳江海事馆对面 建这个沉船呢 我们是有个考虑 就是捞上来是可以 捞上来放哪儿 还得要考量 因为沉船捞上来以后 如果要是说没有 找一个很好的地方放置 捞上来很快就会坏 其实是一种破坏 所以我们在04年的时候 决定做一个博物馆 然后通过设计招标 然后施工 04年年底就奠基 07年的上半年完成了这个博物馆 就是南海一号的家 这个沉船从水底捞上来 有多重呢 加上船体的重量 船货的重量 泥的重量 和城乡本身的重量 总共是5500吨 当时中国最大的一条起吊船 起吊能力是多少呢 4000吨 叫华天龙号 就在广州就要打捞局 这条船当时是亚洲第一吊 世界第六吊 当然现在有一万吨的 但是一万吨的 坐这个港洲澳大桥的时候 已经上了 那时候没有 所以呢 它只能掉离海底 掉不出水 因为它有2000多立方 它有2000多吨的浮力 还有它的鱿鱼 是3500吨和500吨的 那个重量鱿鱼 就可以掉离海底 然后又用一个 一万六千吨的浅薄 浅薄就是潜水艇 就是工程潜水艇 灌上水 那个船就沉下去 然后把那个 掉来放在一个潜薄上面 潜薄再排水 它就能把它浮上来 那个吊车再往上吊 这两者相加 最后我们把南海一号 从水底吊上来 拖到了水晶宫旁边 但是这个博物馆离海边 还有400多米的距离 当时我们又采取了一个方法 要把这5500吨的东西 从海边拉到博物馆的水晶宫里面 首先是铺条路 这是最笨的办法 但是这唯一的办法 这是怎么拉动它呢 最后采取了一种 就是说一个大木头 下面放一些滚木 推一下 后面那个滚木移到前面去 后面那个滚木移到前面去 但是这个沉箱太重 这滚木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采用了气囊 由16根气囊作为这个滚木 就是把气囊放在 垫在下面一冲气 把它抬起来 每一根气囊的沉重是400吨 16根刚好是6400吨 远远超出南海一号 这个沉箱的重量 用滚木的方法 排气冲气 排气冲气 然后牵引进了博物馆 这是2007年的12月28号 进了博物馆 我们就把那个墙封了 马上把它海水灌上 然后这个沉船 又回到了水下的状态 文物保护的方法来说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就是原子保护 就是原生态保护 它不会再坏 不会再脱水 不会再变形 那我们这个南海一号 放到了这个水晶宫里面 我们要进行发掘 我们从07年进去 09年进行了一次视觉 是看有没有整体的套在里面 然后11年又进行一次视觉 看看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挖最好 最后找到了一种方法 做了三个方案 找到了唯一的一种方法 就是保水发去发 就放一点水挖一点 放一点水挖一点 看我们现在挖的成果 这个方案非常成功 这是14年开始挖 这一个动图 它就是从挖到今年的6月份 装满了一船货 到今年我们把货清完了 清完了货这个船货有多少呢 18万件 而且这18万件套的文物 仅仅是陶瓷器和其他 有一百三十多吨的铁 我们没算下去 几万枚铜钱 没往里面算 广东省博物馆 1959年建馆的时候 到现在的 总的那个馆长量是18万 这一条沉船 就相当于60年的广东省馆的 总量 甚至还超过了 所以沉船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非常漂亮的龙泉池 池气也非常精美 这个都是出口 有的是精品 景德镇的薄胎的清幼池 出大量的黄金首饰 我们发现了2.8公斤的黄金 300多公斤的银 这个是银钉 这个银钉它是有25两 这个标准的重量在里面 刻在上面的 所以我们知道古代的度量横 可以控制银钉 再反推 还有玉 观音 罗汉 人物 还有很多铜器 特别像那个左上角 第一章和左上角 往下的这个衬盘 加上砝码 这是用来撑金的 这个东西在沙特国家博物馆 有一套完整的再展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南海一号和沙特 就是当时的阿拉伯 是有交往的 后来他们在塞林港的发掘业 发现了这种砝码 一模一样的 还有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这个咸鸦蛋 发现了很多罐 因为沉船是一个 我们叫做时间胶囊 就是在一个短时间里面 沉到水底下的一个胶囊 就是它把它 所有的时间固定在上面 船上有很多人 它这个人呢 要在一个时间单位里面 要保证 所有的东西 要保证这些人的基本生存 它就是一个最小的生存单位 和最小的等级社会 从船长到一般船员到水手 这个从来没有人看过 八百年前的船是怎么装载的 现在我们用这种方法 让我们自己 让公众都看到了 那后来有人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他就说 这十八万件里面 你选选南海一号 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是什么 很难 但是我可以给它定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 就是唯一性 它只有一件 第二个标准 绝对不是常用的东西 一定是个艺术品 第三个标准 还能反映出当时人们 对这件艺术品的审美的情趣 所以首先找唯一 后来我找了一件 就是这个海螺雕碑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用一个叫做夜光融螺 第一个老师就讲的海螺 其实这也是 产于我们南海也有 台湾 日本都有 把一个夜光融螺 切割一半 然后抛光 抛出珍珠那个光泽面 然后进行雕刻 把上面雕刻细致的 这个雕刻之牡丹花卉 这个东西 它来自于自然 通过人为的加工 提高了它的审美情趣 我就觉得宋人 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一种心态 非常有意思 但是我还发现了 更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这个融螺 是南海一号唯一的一件 很多人要去看 甚至很多领导 很多专家 上手的时候我都在跳 就是说它要是不小心怎么办 最后我对这个融螺 做了 这个海螺雕碑 做了一个技术处理 就做了一个三维的采集 让大家 以后要看 就在电脑上面看三维 后来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东西 这是这个三维 有五个孔 这是什么 这个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04年设计的 这个融螺是14年发现的 我们把这个时间颠倒一下 不难理解 就是说 这个设计师 这是灵光乍现 用这个东西 作为参照 设计了一个博物馆 但是现在时光是颠倒回去的 就是先设计了博物馆 我才发现了融螺 这不是迷信 这是冥冥之中八百年的缘分 这个设计师我很熟 这个设计师是何庆堂的女婿 叫显建雄 我给她看这个图的时候 她很激动 她当时就想着海洋生物的骨骼 作为一个设计的那个什么 但是没想到我给她复原了 我们也知道 这蜗牛 叫做蜗牛背着房子到处走 就这个海螺不就是跟蜗牛是一样吗 也背着房子去旅行 房子就是它的家 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出来了 这个博物馆是我们南海一号的家 就南海一号到家了 它没运出去 其实很幸运它没运出去 运出去以后 这一批中国的这个精髓 就会被稀释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 找都找不回痕迹了 集中地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幸运 因为这个32年 我跟他打了32年的交道 从南海一号开始 我就开始做水下考古 到现在做了32年 马上要退休了 也刚好这个工作要完成 现在我觉得 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但是中国的水下考古 其实在世界虽然起步很晚 但是在世界是领先的 南海一号就是目前来说是世界第一 也是世界唯一 也是世界联合国教科文文组织 极力推崇的一个项目 它有一个叫做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就是它极力推崇的南海一号 就是各地推广南海一号的经验 这个叫做整体打捞 异地保护 精心发掘 公众展示 几位遗体放在一起 政府还把它搭上了 就是文化搭配 经济畅性 现在博物馆那边是一个城市 当时南海一号这个博物馆 是那一个地区的 就是那个石里云滩的 第一个现代化建筑 我们水下考古 还有很多亮点 比如说南澳一号的原子保护 还有一个重庆福林的 白鹤粮水下博物馆 联合国就推了中国两个项目 其中就有水下博物馆这个项目 这个博物馆是 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 又一经典 因为它把这个博物馆 建到了水下 普通公众 可以通过一个八十多米的隧道 下到水底 看到这个博物馆 看到水下泡的这个 水文记录的那个 叫做白鹤粮的那个石碑 这个就是我做南澳一号的时候 用一个巨大的框架 把沉船造到原子 进行保护的一个项目 这个就是原真性保存的 反正做几个项目 我就找一种方法去突破一下 这个就是江口成 因为水下考古 还有一个工作方法 就是把沉船用一个围宴围住 把中间的水抽走 因为有的地方的水 能见度非常差 做不了水下考古 它就把围宴围住 把水抽走 做这个陆地发掘 一般的陆地发掘呢 就是抽走围着 大概几百平米 大概四五百平米 但是中国这个江口成荫 就是当时张献忠 抢的那瓶一起 跟那个杨展在这个 富兰河和闽江打内障 那些船都沉了 就是宝藏变成 现实的一个孤立 就是江口成荫 它围了多少地呢 围了11万3000平方米 也就是说这个的面积 已经远远超过了 用维宴技术 发掘水下考古的 世界的总和 发掘了四万两千多件 金银财宝 我们现在只能做 金银财宝的 因为它有变动 最高境界 就是最小干预的考古 因为我们很多要做这个 考古要发掘 把这个碎片化的中间 信息听出来 这个就在我们广东 离广州几十公里的西桥山 实验岩水下有一个 很好的矿坑 我们去做了工作 就发现 什么都不动 这种保护 其实是文物保护的 最高境界 就是最小干预的文物保护 这也是我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 现在也进了第八批的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就是它很多食材 放在这个通道以后 经常在这个 前过这个通道的时候 就有点从这个通道 穿越回古代的感觉 所以水下考古 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 愿中国还有很多世界第一 谢谢大家